五 七 八 九 十 我老婆大概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就要生了 好像已經倒數不到十天了 一路上就是從生完木木之後 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 就有點想要再生下一胎 一直到了即將到來這個日子 我們其實是蠻興奮的 老婆妳的心情是什麼 終於可以卸貨 因為她這一次的那個 我已經兩年 感覺好像三年都在生小孩 因為中間有一段就是 比較不好的一些回憶 這一路走過來 老婆辛苦了 一開就是完全適合懷孕的體質 也看不出來變胖 也沒有孕吐 體力很好 可以到處去玩 我記得我在同樣一個時期 跟你去阿里山 走那個神木步道 然後我還可以去露營 然後還可以去潛水 就是我都很樂意耶 很有體力去做這些事情 但這一次 這次沒有辦法 比較累然後孕吐也有 體力沒有以前那麼好 皮氣前期比較差一點 最近有一點點小小的 最近是因為真的就是有一個 婦科的檔案問題 比較嚴重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 預產期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們也沒有很特別去挑一個日子 因為我第一胎是剖肥 第二胎就也得剖 那剖的話我就大概抓38週 醫生覺得寶寶成熟的狀態下 我們也覺得時間上ok 然後就38 然後38週剛好就是10月10號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兩個的結婚日 對10月10號 就是婚禮的那一天 木木生出來的時間 剛好是早上的10點10分 所以這一切好像都是冥冥之中注定 我們有取名字了嗎 小名有 就大家都知道就很可愛 叫朵朵 對朵朵 我們就是很想要跟木木有關係 我老婆就想到我名字裡面有雲 然後我就這樣 欸那不然就叫雲朵 那個朵字剛好 下面也有一個木木 妹妹的英文名字也剛好就是Hana 就是Hinoki是木頭 那Hana就是花的意思 所以就是一家人就是太陽 然後雲 然後樹木 然後花朵 因為我們之前去上那個陳金慧醫師的Podcast 有說到說我們其實之前 有一段就是比較辛苦的回憶嘛 你覺得這一次懷孕比較辛苦 就比較多這些症狀 跟中間這一個我們俗稱小產的事件 你覺得有沒有相對的關係 其實我都把它分成兩件事情來看 上一次懷孕我也是抱持著很期待很喜悅的心情 當然就是因為沒有緣分嘛 所以他就沒有繼續留在我身體裡 但是小產之後其實我也很認真的 調身體 或者是一樣我照常跟你出去出國玩啊 顧目目 所以我不希望把這兩件事情 聯想在一起 喔你就把它 多多是多多 然後小產的那一次我覺得我前面也是很期待的 就只是結果不如預期 但是我並沒有把前面這一次的經驗帶到說 欸可能是因為怎麼樣 所以導致我這一次比較不舒服 我想要正向一點 之前有粉絲看到了我們 有在線洞裡面挑選家具 我們要不要來好好先小小的公布我們的這個事情 新生活是怎麼樣 我們怎麼了我們怎麼了 我們就是又買了 一間新房子 舊的別墅重新裝潢 也算是實現了我跟我老婆的一個共同的夢想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其實那個新家 因為我們現在住的這個舊家並不遠 開車大概五分鐘之內會到 但是為什麼我要在那邊再買一間的原因 我們會想到小朋友啦 對 小朋友之後上學的一些交通啊 學區 那那邊剛好離捷運這樣靜一些些 然後國小的學區剛好也是比較 我們兩個想要讓他去的 因為我生完木木之後 現在我就在想說 木木上學的路線 然後或者是說會不會遇到壞人 然後要怎麼樣就是防範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社會事件 尤其是近期來說 真的太可怕 然後其實那個房子 我會想要買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兒子 或是我的女兒 就是從我家門口走出去 沿路沿著人行道 就可以到學校了 一個馬路都不用過